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 懵懂无知 为什么会选上芭蕾舞这条路 那时候就是原本 原本也不是要选芭蕾 但是因为后来他 我要去学钢琴的隔壁就是舞蹈教室 这么顺便 但然后后来就看到 里面感觉很开心 很欢乐 然后又穿得很漂亮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讲说 我想要学那个 然后开始就我的舞蹈之路了 这真的蛮另类的 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 一开始的路径都很像 就是小时候可能长辈 都会想要栽培我们嘛 所以女生 钢琴理所当然 然后呢 以前我们也会觉得说 看到隔壁姐姐跳芭蕾舞 穿那个TUTU 很可爱 漂亮 我们也想学 我不骗你 我大概是幼稚园 大概五岁还是六岁的时候 我上了一堂课 我就回家跟我爷爷说 我不要上了 好痛 因为要拉筋啊什么的 然后觉得 这是很不合我 可是你不是耶 你很自得其乐 而且做的做的就二十几年 我觉得让我走 这么长久 也是因为我觉得他 我觉得我在跳舞的时候很快乐 快乐在哪里 虽然拉筋那些都会很痛 痛死 对 但因为可能 我天生也不是说筋很硬的人 因为有些人天生筋很硬 对 他可能在这一块 就会比较难过 你就说你天生下来 就是要当舞者 像我们这种呢 只能做组织人的那种感觉 算是 有些人就是 自虐倾向 生下来就是有比别人 更令人羡慕的体质 但令人羡慕 今天有件事要恭喜你 因为听说呢 你已经要准备出国了 对 你得到了美国 纽泽西芭蕾舞团的 等于算是舞者的这个聘选嘛 对对对 在纽泽西当地的舞团 去外国外跳舞是你的梦想吗 算是 但是也是后来我加入了有一个在台湾的舞团之后 才开始说好像可以当一个职业舞者也还不错 台湾的职业芭蕾舞团多吗 不多 其实台湾也不是说全职可以跳舞 你可以跳舞然后可能兼克 这样才有办法生活 所以你要当老师 对 你还是要去教芭蕾这样 但国外就可以不用吗 国外的话有些舞团 它小团也可能需要这样子做 但是中团以上可能就你跳舞就可以卫生的 所以这个可以吧 纽泽西可以让你跳舞卫生的 这个其实也不太行 但因为我想说这是一个机会 我可以如果去了这个团 然后可能我再努力一点考上比较好的团 也有可能就可以让我实现这个梦想 但它就像是一个敲门砖的那种感觉 好像仿佛美国的专业舞团的大门 为你开了一点点说你先进来 对对对 进来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你喜欢的 所以国外 国外因为芭蕾舞感觉 真的就不是这么大众的 所谓大众就是说小朋友都去学啊 然后呢未来出路很多啊 或者是什么那种感觉 你会挑上芭蕾舞这条路应该 因为你刚刚有说嘛 你之前是像民族舞蹈啊 或者是芭蕾舞啊 都监着学 但是专业走上芭蕾舞 是因为你真心喜欢呢 还是也是因为一些 曲折离奇的故事 慢慢才走上这条路 我当时我还 我后来有想到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也很迷惘 就是国中升高中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 有一个我以前同学 他就问我说 他们舞团在征选以外 我要不要去 其实我没有想过 我要当一个职业舞者 就是一位舞者 以舞者为生的一个角色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好啊去了 然后后来结果 虽然我是那时候 是当时最后一名考上 但其实我也很开心 对然后我就是 好像可以当一位舞者也还不错 然后后来虽然 就是在里面的时候 过程也都是很艰辛的 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体验 然后后来才慢慢的 我就觉得 好像我还蛮适合走这一块 这一条路的 所以有时候人生其实很奇妙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做一件事情 只是觉得我很开心 好像我做的也不错 但是做着做着好像 我天生下来就是注定要做 是不是这件事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 你有这种感觉 对 就是这样 可是其实舞者很辛苦 你一定要花多少时间练舞 之前我带团的时候 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就是上班主的时间 一直练 对 每天 有些舞团是3到4天或5天这样 有下午茶时间吗 没有 我讲的都是偷懒这件事了没有 因为芭蕾舞其实对于舞者的身体 是要求很高 特别的严苛 就感觉你至少要手长脚长吧 对 像我这种爱东 瓜 再上去别人就会觉得 你是来跳那个发育不良天鹅的吗 的那种感觉 就是 所以芭蕾舞对于人体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所以你对比方说你饮食什么 生活作息 饮食的话会有控制 你有吃饱过吗 有有有 但当然不能说不能吃太少 因为你还是要补充该有的热量 对才会有体力 所以可能就吃的时候要健康 健康吃就不要吃一些 太多的不健康油腻的食物这样 你这种日子过了多久 一辈子 偶尔可以吃但不要太长 有吃过速食吗 有 一定还是会想吃啊 要不然我们都会幻想说 芭蕾舞者都好可怜 为了成为首席舞者 都要付出很多心酸 好啦 我觉得要实际看你跳舞的样子 大家才会明白 到底一个专业舞者 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跟 婉鱼跳起来好不好看 我们来看一下他跳舞的样子 芭蕾舞者 你会有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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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舞者 因为我就很喜欢 所以对我来说 跳舞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比生命还重要的是 我没有跳舞就不行的感觉 有一年我因为得阮尾炎 然后不能跳也不能上台 然后老师也知道我很难过 然后老师就是开口就说了一句 他说我就是一个没跳我会死的人 站在台上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 我会对自己没自信 会觉得说 好像大家在看我外表没那么好看 因为毕竟还是 是呈现在台上 他是算一个演员 然后别人一定会 就是看你整个外形 五官啊 外形 身形什么 都一定要飘飘亮亮的感觉 然后以前的舞技也没有很好 年纪可能慢慢长大 比较心态比较成熟的时候 就会想要好好地练 然后又加上我去做了症候手术 然后做完之后 那时候就整个 换蓝意心的感觉 就觉得 好像比较有自信的 芭蕾舞剧的话 我很有印象 就是天而虎 因为我挑战蛮大的 因为我从一开始 2013年加入 福尔摩沙巴热舞团的时候 是跳群舞 因为那时候很小 那时候才高中 高一而已 那时候从群舞开始 然后跳 然后很多细节要扣 然后群舞要全部都长一样 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 我在跳天鹅湖的时候 我跳到大天鹅 就是独舞的部分 挑战性也比较大 因为动作技巧也比较难 那时候花蛮多时间的 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一定会脚破皮啊 就每天 一定会练到脚破皮 因为你要一直练同样的动作 然后每个人都要在一个点上面 然后脚就一直站一直站 然后站在里面 虽然你没有练 还是会觉得很痛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 破皮啊 肿胀啊 所以你每天回去 我都是挂脚 然后冰敷这样 我从三岁开始练 然后中间如果有停掉 是可能就是因为手术 所以停半年或一年这样 我有两次很怕不能跳 就是一次是直骨的 然后一次是那个正恶手术 九岁的时候我要取骨头 补上个洞 让缝补里面不要有缺口 这样我才不会有呛到的问题 那个手术对我来说也很恐怖 是因为它是取脚的 这个胯的软骨 所以那时候也很害怕不能跳 因为它真的是在关节上 然后可能拉筋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17岁 17岁正恶手术是 医生可以评估你要不要 对 有些医生会建议你要 然后有些不用 然后我就选择要 因为这样我会比较 就是比较能自信的站在台上 我希望可以到国外 是因为我想要 真的加入一个全职的芭蕾舞团 其实舞者的生命很短 所以我一定要趁 我想要在30岁之前 看能闯就闯 可以出去就出去 我觉得台上表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它其实很挑战 因为你在教室练习 不一定在台上 就会全部一模一样搬到台上 很多问题会浮现出来 我觉得是可能很有挑战性 所以让我想要觉得想要在舞台上玩的感觉 对 其实也就是刚刚在看那个VCR的过程当中 我们听你自己说 我们才知道成为一个专业舞者 不只是我们刚刚说的 练习时间长 花很多时间投入 控制饮食 其实你比一般的舞者还要付出更多 因为刚刚我们在那个画面 没有看到一些你手术的照片过程 很辛苦 因为我刚刚 我记得我在看那些照片的时候 我很心疼 就是我觉得好痛 好痛 好痛喔 很痛吗 是蛮痛 过程是蛮痛的 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 当时怎么熬过的 对 你真的是一个 不管是身体素质 或者是心理素质 都比别人还要更坚毅的 孩子 我可以称呼你孩子吗 你是小朋友吗 很 嗯 哇我在想说 我光是我这样看那些照片 我都觉得很难过 你妈妈一定也很心疼 嗯 的那种感觉 可是 你做了几次手术 你有算过吗 应该有六次 六次 六次都不是小手术 对不对 一开始都是缝合 就是可能你 从外在先缝合 然后到里面 嗯 然后到九岁 最大的 最大的手术就是九岁 可能十七岁 九岁是直骨 嗯 直骨就是拿胯的软骨来补我们的 我的上额这样 然后十七岁是正额手术 就是我要把我的后道 因为我可能上面 上额发育不完全 所以我要把上额推出来 跟下额推进去 嗯 对 这个比较大 就是正额手术 这两个手术比较大一点 可是像你说 年轻的时候 应该说小时候做的手术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可能它会影响到你的 进食啊 对 可是十七岁那个手术 是非做不可的吗 呃不是 对 那你那时候毅然觉得要做 也是跟跳舞有关吗 对我会觉得这样好像 在台上我比较不会有一些 嗯 就是觉得好像 大家会很注意我后到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总觉得 因为舞者都很远 我没有办法花那么贵的票钱 坐在第一排 我看的不是 因为舞者都很远 我们看的有时候是一个 整体的感觉 嗯 可是你就会觉得 如果你想要继续走 专业舞者这条路 嗯 其实你就要方方面面的 都付出一定的心力 的那 你是当时是这样想的吗 对 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 因为他可能就是很爱我 然后所以他没有想到 那么多事情带来 就是会让他带来后续的这些 比较让他觉得 呃 很比较辛苦的一面 嗯 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 因为我做完之后 我觉得我变得蛮有自信的 哦 嗯 在跳舞的时候也不会有 就是觉得哦 自己好像不好看 然后 虽然就算我的肢体啊 什么 比别人好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就觉得 哇 好像就插在外观这件事情上 嗯 所以你觉得 十七岁的那个手术 对你来说是一个蛮大的 坎 对 你跨过去的那个坎 嗯 完全没有后悔 没有 你知道 你知道 我会觉得啊 你现在这样 飘飘亮亮的走着 也不要说飘飘亮亮 就是飘飘亮亮的 嗯 其实真的会给很多小朋友 如果他们一生下来 其实也面对的 同样的 生理上的 嗯 我不太愿意说那叫缺陷 就是一个 就其实就是一个身 身体的一个状态 面对同样状态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某种 你说鼓励也好 或者是说 说哦 姐姐这样做了 其实我也可以像姐姐一样 虽然很痛 可是姐姐会跟你说 嗯 没关系哦 你只要再努力一点点 或者说你只要撑过这一关 其实就可以 朝你的目标 或者是理想 更靠近一点点 的那种感觉 所以 很不容易 这一路上 最坚定的支持者 你觉得是你妈妈吗 是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哦 从她决定 要把你生下来 那一刻开始 对 对 你看哦 那是二十 二十五年前 据我所知 就是好像她在怀你五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 你可能跟其他的孩子会有点 她会花更多的心力 需要来照顾你 但是她毅然决然还是把你 带来这个世界上 哦 你妈是个很有勇气的人耶 我会觉得她可能 没有多想那么多 她就是很想 你会是这样啊 对 我觉得啦 因为她可能就是很爱我 然后所以她没有想到那么多事情带来 就是会让她带来后续的这些 比较让她觉得 很比较辛苦的一面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专业舞者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妈妈 这是我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唐妈妈 这两张的话是 她是在一个城市舞台的时候表演 他们有专属的摄影师 会帮她们拍照这样 然后这些是外拍 她拍一些武装 中国服的芭蕾这样子 大概五个月的时候 她医生就有跟我说 她其实是日游存练 都已经五个月了嘛 都已经成型了 就想说就把她生下来这样 就我一个人 对 我一个人去生小孩 一个人去看小孩 生出来的时候 就整个大哭嘛 就说是一直在怪自己 第一次去看折的时候 卢慧副医师就跟我讲说 他都是用台语讲嘛 叫我没烦肉啊 特别小孩子 这个怎样缝一缝 他会跟我讲一些手术的过程 做哪几样的手术这样 晚上都一定要照顾 因为他那时候开完刀 他会要鼻子会塞着东西 怕那个细胶会掉到喉咙里面 这样子 三岁以前 我记得大概三岁以前 喝奶都是用滴的 就是滴四个小时 然后大概睡一两个小时 起来又啊 所以我几乎整晚也没睡 就是整晚都是起来 帮她滴奶 小孩子都不懂啊 就会讲兔存啊什么的 就让她有点会心里就不好受 她其实回来不太讲 广南过场的心里 对 两岁多就会推她去参赏 然后她就会听到音乐 就会扭多身体啊 扭多身体不够 还会自己站起来跳 然后就把她抱下来 地上让她自己跳 这样 因为她学跳舞之后 我就为了要帮她拍照 然后我特地那时候 不是那种是不一八一什么 卡带的那种 就是满意还分起付款 跳舞的时候 都要帮她拍的 要留念的啦 我们也没有商量过 她也没有想过 她就是要专 就是专攻这条路走下去 她只是就是洗完条 就是非常的爱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想说 我要去栽培一个芭蕾 一个艺术家出来 我也没有这样子想 我只是想说 她喜欢我就是 一直协助她这样 到了最后 她说她想要去考 国外的舞团 就觉得说 嗯 好 那就那就去考看看 台湾你如果说 巴黎方面的话 应该是你要往国外 会比较会比较出路啦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女孩就是有天分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对巴黎 有很大的热情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艺术家 很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她今天一个转圈失误了 那她会在旁边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对 就是让我看到她 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其实我那时候有一直想要留她 然后她就跟我说 老师我考上美国的一个舞团 那我其实听了 其实一方面为她很高兴 然后一方面也有点可惜 哇我又留不住这么好的舞者 对所以当然我是希望说 她可以去国外的舞团历练 进国外的舞团这期间 能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步 我记得我在看这段采访的时候啊 其实我是真的蛮佩服你妈妈的 因为你看喔 她在陈述小时候 尤其是喂奶的过程 因为现在我自己家也有个小宝宝 不是我生的啦 就是我堂弟生的小宝宝 就是喂奶 我们现在会觉得 哇喂奶 有些她很饿的时候 一口气吃完就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又很开心 可是小时候你就 就需要花更多的心理照顾 像她刚刚说 那个奶要一滴一滴这样喝 因为怕嗆到 对啊 我光是想那个画面 真的觉得很不容易 而这一路上 你妈妈也没有想过要放弃 甚至是 你做任何决定她都支持你 你有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事 然后你妈跟你说不行的 就是我说我不读大学吧 她决定她要把她读完 所以你是放弃学业 对我放弃 对 那你那时候怎么想的呢 所以我想要再花更多时间 去投入这一块 然后想要看看能不能出国 去读舞蹈学校 让我自己可以更厉害更好这样 然后后来因为出不去的原因 也是因为真的要花太多钱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是试着去打工 那些 好像现实就是这么现实 就是我还是自己也没有办法赚到那么多钱 后来我就换个念头 然后加上那时候刚好手术也是一个 转换的期间 然后我就是 17岁 对对对对 那时候刚好也是17岁 然后我就是 变成是考团 变成去工作这样子 在台湾好好的把我自己练好 对 你会觉得遗憾吗 会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 哎呀那时候如果听妈妈的 如果我才是那个学位就是将来 因为你知道像我爸 我爸就是那种 如果我们读书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读 比方说我以前可能会想要读电影 他就跟我说 电影以后学就好了 每个人身上应该有两把刀 就是电影如果你拍不成 然后你还有另外一把刀可以使用 家长们都会觉得 你买个保险 其实是比较好的 可是其实你是有点破釜沉舟 在面对专业舞者这件事 我觉得生怀妈妈一定担心得要死 你那时候是怎么说服他的呢 我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蛮有自己的想法 我就会觉得 但我就会想这样做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以后一定会后悔 因为其实舞者生命蛮短的 因为他不可能跳到五六十岁 对 所以就觉得如果现在不做 如果再晚一点做 我肯定一定会后悔死 但我好奇问 芭蕾舞者的寿命 会比一般的舞者的寿命 要更短一点吗 我不是说生命啦 我是说舞者的生命 应该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看比方说像云门 之前也采访过云门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台湾大的舞团 他们有些舞者跳到四五十岁 都还在跳耶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是看 所以我就会比较好奇 因为我对芭蕾真的太小就放弃了 我就在想芭蕾是不是限制又特别多 算是吧 但其实我自己也不是说一定要跳 很古典芭蕾 我蛮喜欢挑战一些可能 比较现代芭蕾的那一种类型 就比较有爆发性的 但那种要很多体力 因为要很多 就是很激烈的 就是很激烈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要成为首席舞者的话 可能你一个人在舞台上的时间 没有人帮你 然后没有人帮你分担 所以你要承受的 不管是身体上的 或者是心理上的 那个东西又更多了一点的那种感觉 好 那时候二十几岁 其实都已经开始自给自主了 对对 我不会再想要跟家人拿钱 所以我想说那时候 我自己的经济状况 也不可能去一趟那边 在这个比赛 我本来就是只是想要突破自己 我在这边看到啊说 其实你后来会完全走向芭蕾 是一个恩师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还是跟你说了什么话吗的那种感觉 蛮多老师 蛮push我的 因为可能我在芭蕾这一块条件 外 例如我们需要很大的脚背 那我有 很大的脚背 这是什么条件 因为我们这样穿印鞋会比较好看 对 但可能我在这一块也有可能有 然后加上可能我手长脚长 然后也是一个 还有很漂亮的锁骨 对 除了外观脸部的外观其他我 就是其实身形 身形是好像蛮适合跳走芭蕾这一块 所以 然后又加上可能 我经历过就是可能 后来去了台湾的舞团这样 然后其实那那件事情也让我觉得 好像可以继续走 然后又加上我后来去了舞团之后 我又 去了 我又去另外一间教室 再学习芭蕾 再让我的芭蕾更专精更 基本功更扎实可以跳得更好这样 所以那个老师其实也对我蛮 影响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这一块 路上遇到蛮多贵人 所以不只以为我觉得有还蛮多老师是 有鼓励你 对 所以就毅然决然的往前走 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帮你铺了一块砖头 你就是踩那个砖头继续往前走 对 而且其实你有参加过世界芭蕾大赛 它是世界芭蕾艺术大赛 艺术大赛 它差别在哪里 因为好像有另外一个比赛是 世界芭蕾大赛 这个不一样的单位 OK 那是在哪里比呢 我那个是在台湾比 但是它的总决赛是在加拿大 对 但我这边看到 后来你放弃喔 对 我没有去加拿大 因为我想说 其实我比赛也不是为了要想要拿名次 我只是想要有一个突破 因为那时候其实年纪蛮大 我那时候应该二十几岁了 好想摔东西啊 什么叫二十几岁年纪蛮大 太可恶了 因为其实在国外进团 其实是大概就是十五十六岁 就进舞团当实习舞者 可能十八岁 他就已经是舞团的首席之类 或是读舞者 群舞者都有可能 所以那个时候你之所以没去加拿大 就是因为反正我也只是 我没有想要去 但为什么啊 因为那时候我也想说 我金钱上我也没办法负担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二十几岁 其实都已经开始自给自主了 对对 我不会再想要跟家人拿钱 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我自己的经济状况 也不可能去一趟那边 我在这个比赛 我本来就是只是想要突破自己 然后我比完之后 诶 真的突破了 真的我觉得好像 比起几年前回头看 我觉得我进步好多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不是为了一个名 或者是说 比方说如果今天你突然来个奖杯 一放在这边那也是一个蛮虚荣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 没有 其实我就是为了得到一个体验 好像这一路走来 其实你就是不断的想要得到跳舞的体验 所以一直往前走 对 的那种感觉 好的确 想要跳舞的时候 其实你笑起来就是后面的甜美 好 每次提到啊 比方说 开刀啊 唇鳄啊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罗慧夫医师 嗯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其实是他帮你开的刀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是他帮你开的刀 第一次是 然后后面就都是那个另外一个 陈医师开的 陈医师 OK 可是他的基金会其实 在台湾帮很多 这方面的孩子跟家庭做了很多事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因为已经走 这样一路走来 然后我觉得我 我其实也蛮想要去给予这些 就是正在经历过 我之前经历过的小朋友们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 所以你们一点都不会觉得 就是不用孤单啊 然后也不用觉得说自己很不一样 然后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你现在要回去做志工吗 对 可爱的大姐姐要来基金会做志工了 我们来去看看呢 我们的鸿鱼做志工的样子 我今天来当志工 嗨 碗鱼你来了 好久不见 我记得大概差不多两三年前吧 然后碗鱼就是 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后来他主动跟我说 因为我是 我本身在基金会是志工管理 管理的人这样 然后碗鱼就跟我说 他也想要当志工 然后想要就是等于说是 分享一些他的经历 然后给我们的家庭这样子 对就大概两三年前 从那时候开始认识这样 罗慧夫乳研基金会本身就是服务我们 唇额裂还有小额症 就是先天乳炎患者 那除了在医疗资讯上的话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就是 心理社会适应的部分这样子 我们日前有办了一个这个摄影展 它叫最初的感动 然后因为家长都有提供给我们这些 他的小朋友的照片 那我主要是想要请你帮我把这些背胶啊 都帮我撕掉 然后照片整理一下 因为我们会把这些照片就是 提供给这个提供这些照片的家长 这样子 好好不好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做 我们的志工组成 大部分还是以家长为主 的确是像碗鱼那时候 其实碗鱼那时候大概二十岁左右吧 二十出头 其实真的算是比较少的 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就是就是蛮印象深刻这样子 像他的表演 可以在我们的一些活动上做表演 然后还有他的成长经历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青年小朋友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当然就还有一些比较行政事务上的 就是算是志工活动上 我觉得碗鱼都尽量在他可以的时间 他都会愿意来协助 那一年在我们三十周年的年会的时候 邀请碗鱼做那个芭蕾舞的表演 很惊艳啊 因为虽然我知道碗鱼是跳芭蕾舞 可是我也是在那一次表演上 第一次看到碗鱼就是现场表演芭蕾舞 就是就是其实所有人 所有还包含我们的其他的家长回馈都是说 就是说哇就是好好漂亮 就是那个芭蕾舞的舞者 就是这样展现 就是就是我觉得带给大家很多力量 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柔柔的 然后总是带着就是甜甜的笑容 因为你知道两三年前我们刚相识的时候 是不用戴口罩的 对就是他总是带着就是这样甜甜的笑容 可是可是他其实可是他 这就是这样在他柔柔的外表下 其实他非常的有一颗很坚定的心 就是他芭蕾舞这一块 其实他一直是坚持 而且是很明确知道自己方向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一块就是让我觉得蛮 蛮怎么样 我觉得蛮深刻的啦 就是对对婉宇的认识 多为我们介绍一点 通常这个卢慧夫卢妍基金会 像你在做志工的时候 你都会进行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 是先熟悉他们的就是熟悉他们环境嘛 然后我可能就是先帮忙 就是他们可能在做说明会的时候 帮忙顾顾小孩这样子 然后再来我也有做过就是 三十周年有去过他们的 就是他们有办一个活动 然后我有去上台去表演我的芭蕾 然后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历这样子 演讲喔 就是分享我一路走来 有多痛 对你主要你主要 比方说像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机会 在那样的场合里面 你要跟小朋友说点什么的时候 你会希望唐姐姐 对对这些孩子们说点什么呢 你觉得重点是什么 就可能不要 害怕你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就不敢做你想做的事情 其实是耶 因为小时候你说我们从小 因为毕竟孩子都是比较直觉的视觉动物 而且讲话又不经大脑 然后其实你在小时候应该也是承受蛮多压力 还有委屈的吧 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会就是学啊什么的 学什么 就是可能学我厚道啊 学我吐唇的 真的想揍他们那时候 会吗 会啊 就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 但我 但是 我觉得还好也是因为有舞蹈 让我可以宣泄 嗯 让我可以在舞蹈里面 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有自己的世界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 当你回去分享的时候 真的也可以跟这些孩子们说 就是找到 找到你最有热情去做的那件事情 让那件事情 证明你存在的意义 不只是别人眼中的他们你而已 而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方法 知道你的热量在哪里 你的能量在哪里 你喜欢的事情在哪里 跟你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小朋友你们不要害怕 嗯 我觉得光是不要害怕这件事情 其实就很不容易了 可是其实台湾 你说像专业舞团的芭蕾演出 其实没有想象中多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也常常会在不同的场地 做表演 像你刚刚说 可能演讲到一半突然就要 来一段 嗯 会吗 我们会到可能校园 对 校园去推广芭蕾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偏乡的地方这样 所以你们要在不同的场地表演 对 但我们都 当然还是会有 就是真的是有 就是剧场 真的会有专业的舞台上 但是我们还会偶尔去一些 就是不同的地方 跳 嗯 但好玩吗 还蛮好玩的 因为小孩的互动蛮好玩的 他只要看到一个东西很厉害 但我们可能看起来没什么的 他们就哇 然后我们就 好可爱 就比方说 如果你真的跳起来 或转圈转很多了 对 然后我们可能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自己 这样好像没有很难啊 没有很 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 但他们会觉得哇 他用个羡慕的眼光在看 漂亮姐姐就是可以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好处 小朋友 小朋友就会无止境的献出 他们无条件的爱给你说 姐姐好棒啊 这种感觉 你什么时候要出国 嗯 原本是预计是 那个九月要去 但因为最近在办签证 可能还没有那么快 你觉得疫情是不是也 耽搁了蛮多事情 算是吧 像像这所纽泽西的舞蹈学 的舞团嘛 嗯 现在还在招考国外的团员 其实也是蛮少见的 他们比较不会用国外的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比较难 所以你真的很厉害 觉得 这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最佩服的其实也就是 因为你没有多想 这点这次 我这次觉得也蛮佩服的 你没有多想 但是也走那么远 但蛮多长辈就是没办法认同 没有办法 没有多想那么多 对 他们会觉得很担心我 很多师长们其实也会担心 嗯 但我想说反正就是自己的路嘛 嗯 饿不死就好 呵呵呵呵 饿不死是一回事 但 你自己的腿走出来的 跳出来的 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体验 好 今天呢 访问了一位勇敢女孩 不只是漂亮女孩 还是勇敢女孩 希望你也能够 把台湾的很美好的身体 带去让美国人看到 台湾也是有很棒的芭蕾舞者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因为我爸爸以前就是经商失败 然后后来就是我的家里的长辈 有再给他一笔钱创业 可是也是没有成功 所以我刚才创业的时候 就是我家里人 真的有些长辈就骂得 真的是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刚刚听到鲁鱼的故事呢 他是用他的身体在舞台上 跳出美丽的芭蕾 做出完美的演出 而接下来呢 我们要送给大家另外一场秀呢 你可以吃进肚子里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 这位可爱女孩呢 她把做花生酱 比喻成做一场完美的大秀 送给所有她的顾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保地花生酱的 正义主的故事 我们的名字是 保地花生酱 那为什么我们会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用 台湾这块保岛 保地上面的花生 去做出很多不同种类的花生酱 现在把一些就是不良的花生挑掉 例如它可能发育不良 比较小颗在里面 然后被烤得比较焦 我们就要把它挑出来 带皮我们会挑选一次 带皮烘烤完以后 脱皮我们会再挑一次 这些很古猫的事情 你只能绑在自己身上 不会有人比你还要在意你的产品 我们一定都用台湾的花生 国外的花生酱 进口的花生酱 没比它很大关 然后就是一百多块这样 对很便宜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吃这种 就是已经做好两三个月的食物 而在台湾其实就有很多 在地的品牌 对是你可以选择的 我们常常都是 就是早上做完以后 我们下午就开始出货 对我们尽量维持 让客人拿到最新鲜的维持 好像学徒做的话 它就是保存不良 对所以我们的坚持就是 我们今天要做花生酱 我们前一天才会把它 花生准备好 因为像夏天炒好的花生 它的香气的维持度 大概就是两到三天而已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追求这个 这是什么 香草夹 嗯 好香哦 无糖香草跟甜香草的香草夹 也要先把它手切细 不然它的纤维很长 它进机器以后会卡住机器 这个口味会特别的 对 就是成本高一点 对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它的成就感会来自于说 你光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它飘出来那种很浓的香气 对 然后或是每个消费者吃到 给你的回馈 对 或是你自己刚做完的时候 吃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其实是很值得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想过 哦 那我们要不要用一些 就是比较例如香草酱啊 或什么的产品去替代 但没有这个香气 反安西多士的话 它就是把两片吐司 然后中间夹的花生酱 然后沾上蛋液以后下去煎 那煎完以后上面 就是放上一块奶油 还有淋一些蜂蜜 对 就是吃起来一款 非常罪恶感很重 对 但是你就是吃着外面 酥酥脆脆的吐司皮 然后咬到里面 就是充满香气的花生酱 那刚刚我们是用甜香草 对 你那甜香草咀嚼起来 对 就是真的非常享受 吃起来就是觉得 天哪 我好想再吃 可是会变胖 我是念一个蛮少见的科系 我们是念国具系的 但有时候会不太想讲 因为每次我讲国具系 人家都唱两半来听听好吗 毕业以后啊 蛮长一段时间都还是在表演艺术圈工作 那个薪资的发展 比较不是这么理想 因为表演艺术产业 本来就是一个耕耘的 会比较辛苦一点的产业 对 辗转的跑去当了 就是连锁餐饮的店长 后来觉得好像还是不太适合自己 后来就跑去做了业务 可能觉得生活开始顺风顺水的时候 你就开始遇到一些挫折 疫情 对 这个肺炎的关系 所以我也面临了失业 那我原本个性就是蛮喜欢 做东西请人家吃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之前做的那个花生酱很不错啊 不然你卖花生酱好了 真的就是拿着两千块就开始做 就连人家给我订一瓶花生酱 我就请我去买一个罐子 买一瓶花生回来炒 对 订两瓶我就去买两个罐子 对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累积起来 然后朋友就会互相介绍 或是给我回馈 因为那个时候做给朋友小孩子啊 就是你胡乱只要是甜的东西 拿来我都加 白巧克力 巧克力 蜂蜜 蜂糖 砂糖 对 这个花生味可以再浓一点 加了 花生味够浓够甜 然后再加一点点 看看会不会不会那么腻 然后到我真的把它装进罐子 然后设计好贴纸 然后就是把它做好一个完整的包装 上架到平台去卖 对 我觉得它其实都是一个 很像在做演出的过程 把一个东西从零到有去完成 是是是 好像 来你这里躺一下 你会穿一下 好 好 那想要吃无糖的还是甜的还是吃咸的 我先吃 客人来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只要有摆出来的口味 都可以试吃 对 吃喜欢再买 因为我们口味真的很多 我们不希望说客人带了一款 他可能很好奇 可是每次过的华生酱 他就白白的 就是买了一罐 可能不适合自己的 对 所以我觉得试吃 然后是你喜欢的口味再带回去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有一个无糖原味 它是最受妈妈族群喜欢的 然后再来的话是微量日晒盐 是用嘉义中南盐厂的盐 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蚂蚁上花蜂蜜口味 它里面加了非常非常多的龙眼蜜 对 每吃一口都有一种像吃糖果的感觉 然后还有红油小辣辣 它是用朝天椒还有顶级的大红袍 当初会想要做辣的 就觉得有咸有甜也要有辣 对 就觉得有咸有甜也要有辣 然后刚开始做不好吃 就是只是放一些辣椒下去一起嚼 然后大家说吃起来就OK啊 就像面摊的辣油加花生酱 然后觉得不行这样我不甘心 然后我就一直试一直试 非常非常多种的香料 对 然后最后研发成我们现在 在吃的这一款红油小辣辣 尝尝看这个辣的 它回去拌拌拌面都很好吃 有 花生酱可以拌拌面 对 我到时候会给你一个食谱 然后你要拌拌拌面可以被拿出来看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比较特殊的口感 我觉得我还蛮谢谢蛮多 手做甜点的客人 他们一开始就很支持我们的花生酱 用我们的酱去做很多不同的甜点 因为他们也是蛮 蛮会 对食材上有一定的挑剔程度 做那款花生可可可一路的时候 就是用宝地的花生酱 成本当然有差 可是你要东西好 你一定要舍得花在食材的成本上面 我觉得它口感相较就是很细致 好不好 他吃就知道了 这个是叫做花生酱的可力露 就是它是用花生酱去取代原本 可力露面糊里面的奶油 因为花生酱本身是油脂类的 那我想说可以用它来取代奶油 然后一步步调整成 看可不可以整颗都是做成 就是纯束的可力露酱子 就是偶然间就是知道 宝地有在做花生酱 然后就有跟他就是叫我来试用 就发现他把花生酱就是 味道很浓郁 而且他那没有加一些乳化剂什么 就是我就用起来相对 就是很天然 因为我自己做的品牌 尽量用比较少过多加工的食材 然后让客人可以吃到就是高品质 然后又好吃的甜点 非常多人一开始很不看好我 然后因为我爸爸以前就是经商失败 然后后来就是我的家里的长辈 有再给他一笔钱创业 可是也是就是没有成功 所以我刚才创业的时候 就是我家里人真的有些长辈 所以我骂得 真的是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觉得我没有比较不认输 我觉得不能用不认输形容 我觉得比较像是吃苦耐劳 不怕麻烦 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急性质的人 可是对于有些事物 我是很有耐心可以做着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我们现在创业大约一年九个月 然后我们本来是在家里的厨房做 到去年我们搬出来有自己的工作室 那我觉得当然不是说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进度来说 我是满意的 可是还是要期许自己再加油一点 对 不只希望说在台湾可以被大家看见 其实将来也希望说可以外销到国外 就是让外国人吃到台湾的土豆 所谓山不转路转 虽然现在生活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年轻人就是有无穷的可能性跟弹性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特性 然后做出音域跟调整 花生酱真心好吃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送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简直不敢相信 花生酱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味 你现在看着我有一种充满爱意的感觉 你也是这样看着花生酱的吧 对 有可能就是也是非常喜欢吃花生酱 所以它有甜的 有咸的 有辣的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吃点辣的吧 有辣耶 对…它有辣 它有后韵的辣 它不是一开始吃进去的辣耶 跟它还有一些面条啊 或者是拌的时候 它其实稀释掉辣度以后 呈现更多的是那个香料层次感 吃了不少喔 你 吃了不少 哈哈哈 哈哈哈哈